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教各位怎么将多媒体字录到电子书成为一个多媒体电子书 首先呢我们要先准备好一个多媒体的档案 那我们进行制成三种格式 一个是FLV 影片格式 所以你要将所有的影片AVIWMV转成FLV 那你可以透过免费的工具格式工厂进行来转制 那MP3是音乐的是一个档案格式 接下来是动画格式是SWF 我们之前这三种多媒体档案格式可以直接置入到电子书 所以呢我们就先将这些电子 这个我们要置入的多媒体档案呢 先复制到我们的电子书的下面 我们接下来把它复制 开启我们要置入的电子书 ebook 这时候我们按贴上 因为我们这个电子书的指定是设定在自己种组织对路径 所以必须跟我们的地方同一层 所以必须跟我们的地方同一层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我们的Manager 开启 ebook default hdmo 好那接下来呢在解释这个地方 原始图像尺寸 或者按快速键F3 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工作区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启动我们的连结工具 在工具这里 有一个连结配置工具 一个倒八的型 的符号 我们点选它就会被放大 我们可以看到在其实在这地方我们也有所谓的快捷键 你也可以透过这地方来启动它 好在这个桌面上面呢 我们任何一个地方先点一下 先不要急着输入任何的数字 我们先按确定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蓝色的感应区 可以随便让您拖拉放大 好那我们首先呢要放的是一个动画的档案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光影有蝴蝶的一个动画 这个动画是一个漫画的动画 动态动画 这是影片的格式 是一个教学影片 好那我们就将这些档案呢 置入进来 好首先呢我要做一个光影的动画 那我们就将这些动画呢 直接将它的档案名称输入进来 1.swf 好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要将这个连接说明做一个变更 因为它是动画档案 还有它专属的一个开关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flash embed 跟flash embed2 那embed跟embed2的差异就是 embed是一个自动循环的一个播放档案 的启动开关 那embed2是有预设一个开关 那因为动画呢 的开关是在动画里面 所以呢我们就要选取自动播放这个功能 好 这样子就完成这个动画的一个设定 那因为这个动画呢 并没有音乐 所以呢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做进行第二个 第二个输入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一模一样的大小被复制了 是因为我们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复制功能 这会自动叫做复制相同连结的功能 会自动开启 所以你就可以不用再输入相同的 相同内容是可以同样的被复制 不用再同复的输入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这样子的挡名 更改MP3 那flash开关并没有动 所以一样的是启动flash开关 所以待会打开这一页呢 我们就会看到动画 听到音乐的声音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在第三页呢 做什么样的设定呢 OK 我们这时候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进行一个FLV的一个影片的设定 假设我要放一个影片 就是放在这张照片的上面 好 我们把它拖拉好位置之后呢 我们就进行这个 副挡名的修正 flv 一样 它也是启动flash的开关 好 我们来看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时候呢 储存功能件是被关闭的 所以我们必须回上一层 你可以按 F3 或者是到解释这个地方 点选原始图像尺寸 它就回到原始的桌面 这时候储存的功能就被开启 这时候我们储存看一下 我们倒数这个功能 这个就是预览 点选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动画 有在 动作 也可以听到音乐 好 其实呢 我们的音乐呢 其实是 自放在每一个页面里面 并不是背景音乐 所以当我们翻页的时候呢 这些动画跟音乐都会被强制关闭 好 这是我们刚刚放影片的位置 我们看到影片已经自动播放了 好 你看 我们这样子就可以轻松把多媒体的一个格式呢 轻松放进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呃 我们的声音其实可以做所谓的一个 动态的一个 开关的一个设定跟制作 好 接下来我们在第五页这个地方 假如我要进行所谓这样的一个导读 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 啊 在这边放的一个 声音 当我们选择 所谓的 Fresh in date 2的时候呢 这边会有一个喇叭的符号 我们来增加这个画面的丰富性 好 接下来在第八页这个地方呢 啊 我们其实呢 可以来看看影片如果设定在 Fresh in date 2的状态下呢 会呈现什么样的模样 因为它会有一个开关 当你点选它的时候呢 它才能 进行播放 所以这边我们必须改成 2点 好 因为影片我们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就使用1点FLV 好 一样选择 这种有开关的Fresh in date 2 好接下来我们来 回到上一层 好 预览 组存之后我们预览看看 好 好 这边没有变 好 这影片也还是在 好 哦 在这地方呢 其实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动画在这边 所以这动画很大 是我们另外去设计的 那其实上在这个地方呢 好 我们可以 启动的时候 这音乐就可以播放了 好 这就是有开关的一个音乐 这个是 接下来我们翻页呢 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影片 好 当我们点选的时候 它就才会播放 当我们点选的时候 它就关闭 好 这就是Fresh in date 2的一个功能 在这边的使用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在介绍整个多媒体的一个设定跟应用的范围 是的 感谢观看